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大家在研磨上看到卡洛斯教的工作 今次我邀請了一個學生教務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間學校生活這麼久 他們一直都扭我去玩一隻車 叫做攀爬車 我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時間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對這件事不認識 因為攀爬車我聽他們說 可以爬上衣服 可以爬上衣服 但我今天邀請了一個專家 徐偉傑同學介紹你認識 他是玩這件事嗎? 一、兩年 稍後他會很詳細 將這輛車的零件和大家介紹 你都會告訴他們是怎樣裝備出來的 在過程中大家應該會認識到 或者看到很多汽車的零件的構造 以及這些零件的運作原理 因為同一輛真正的車 對 好,這樣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這輛是他們叫我買的 究竟是什麼車? 這輛是Cross RC的EMO XP4 攀爬車 裡面有什麼? 這輛是馬達 底盤的護甲? 是 這輛送的帽子 都是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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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爬車的擋泥板 即是沙板 是 普遍桿 即是泵把 是嗎? 這是車殼 我看得到 這是前頭錦 這是車殼的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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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位 鐵位 我需要噴油嗎? 這是固定搭証的架 這是避震的架 這是什麼? 這是裝在車殼上面 可以有一個加護車殼的作用 這是陶基Serval 這個不是跟這輛車的 其實跟我們平時用來做 古增的陶基有什麼分別呢? 這輛是比較大力一點 反應速度更快 對,35KZ 反應速度更快 其實我們用在哪個地方? 轉彎的地方 這兩隻呢? 小一點呢? 這兩隻就是換檔的Serval 即是波箱就用這兩隻? 對 這個就是指針油和齒輪的油 不是又是這些油嗎? 不同的 一個是在波箱裡面用 差速齒裡面用的 有三支螺絲批 有不同匹格 一個是1.5 2.0 和3.0 這個就是整部車的波箱 波箱是這樣的 這部分排車的孔 噢 有五個的? 為甚麼? 因為有一個士兵輪 是的 它的特點就是有些紋 可以爬山 那些更多 整部車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這兩支車橋 噢 它的軸心 是嗎? 原來都幾次真車的 整部車的車身的古證 就是這支帶來 這支車輪 就是金屬車輪 即是配合這些輪胱 是嗎? 還有嗎? 這個就是分排車的裝飾件 噢 車身 這個就是後面的車殼 螺絲 這些細小東西不用說 總之是零件 我想問 這部車都需要遙控的? 這個就是遙控的 噢 一般遙控車的遙控 和這個都差不多 2.4G 對 用2.4G 那車用甚麼能量呢? 車上電池 鋰電池 鋰電池 鋰電池是多少? 11.1G 11.1G 這個電池是3.7V 它是由3.7V的電池組成 最後就是 看到有本說明書 哇 我覺得都很詳盡 我想這次 我真的要 徐偉傑和我 手把手教學 我才能組成 你看 這麼複雜 好 我們開始了 剛才徐同學說過 這部EMOXT4 是一部攀爬車 這班同學 他們已經組了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攀爬車 所以 我就叫他們一齊來幫忙 看他們一熟練 把配件分類 就知道他們 每個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一開始 同學 就在這裡教我 如何把輪子 和車胎 結合起來 我自然好好地去學習一下 就發覺 車胎 和真車的車胎 是不同的 軟軟軟的 中間也不用浸氣的 只把車輪拿下去 就可以了 而車輪的攀爬 就要用六個螺絲 把車胎前後劫住 他們還教我 想這些螺絲 必須要落螺絲膠 要不然攀爬的時候 震下震下震下 你便知道 你看到 偉傑 馬仔 耀陽 和年紀最輕的子豐 對組裝攀爬車非常熟 非常認真 如果讀書有這麼勤力就好 而由於 今天他們和警察說 工廠空這輛車 明天就帶警察出去實戰爬山 所以為了盡快完成 連阿楓 林Sir也出手 這個是波箱來的? 對 這個是波箱來的 可不可以看 裡面 設計有個好像夾力指 當然 你控制不到它 但你要靠它夾下去 夾到摩擦片裡才行 嗯 由於這些引擎 波箱的部分 實在太精密了 你叫我組裝 我短時間都領略不到 所以 最後都是各位大師傅 動手 幫我完成了最精密的部分 至於這個 就是攀爬車的充速器 但原來可以鎖起不用 但如果當你去爬山的時候 譬如有一個輪子在畫 那你就鎖起的充速器 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個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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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部分 就這樣做 然後馬仔 就幫我做很多 有波箱的連桿 這個就是轉向系統 這個就是轉向系統 我拿著那本五十幾頁的說明書 從頭揭到尾 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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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看就越頭暈 於是我就想 我坐在這裏 都是幫不了什麼手 這些這麼難的東西 就讓他們幾個幫我完成它 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拿瓶油出去 將車殼 噴了油去 那明天就有得玩了 車殼雖然噴好了 但是其實要組裝的東西 還有很多 因為這個車 除了用來攀爬之外 它的外觀 都很真實 例如 車頭燈 還要放LED膽下去 駁電線 蓋蓋 還有擋風玻璃 很多很多事情做 於是乎 那天晚上我們做到好事 都沒辦法完成 好辛苦 弄兩眼燈已經過得了 幸好在第二天出發之前 徐偉傑和阿子豐 都還想回來學校 幫阿sir做最後的外殼裝嵌 和測試的步驟 好像轉彎的 要調一調教 咦 車殼都弄好了 啊 行 終於搞定了 我要拿出去玩 如果這次不靠他們 阿老師真的搞不定這輛車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還好可以看到他們 這麼認真去做一件事 現在呢 我們就出發去玩車了 大家想看到我們玩車的情況 可以看另外一條影片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